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面前的玉女兜兰 这几棵呢 我在2019年的12月16号的时候 分享过他们 当时他们是那个花苞有的干枯了 然后呢进步的椰子呢又腐烂过 经过处理以后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当时呢是在一个盆里面 五棵种在一起的 其中呢有三棵呢 它的花苞呢都全部干枯掉的三棵 另外两棵呢有两个花苞 我当时说了 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因为它的花苞有点扁扁的 现在这个位置看得出来 这个位置是 椰下去了 陷下去了不是饱满的 旁边这个花苞 它也是有扁扁的地方 所以呢 我说不知道它们两个能否打开 暂时把它们两个呢 就带着扁扁的花苞 种到一个盆里面去了 另外三棵呢 是干枯掉的那个花苞 把花苞剪掉 经过处理它们的烂根 腐烂的叶子以后 就把它们三个种在一起 这两棵种在一起 就做成了那两盆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情况 这两棵 带着花苞的那两棵呢 花苞这一棵 打开了 它的样子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漂亮 说它是玉女兜兰 真的是没错哈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这一棵呢 还没有完全能够打开 它已经是长大了很多 这个花苞 然后它的根部呢 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长根呢 一起来看看吧 等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进步 这个位置 之前呢 它是进步 这里一直腐烂掉了 已经是腐烂的那种 不是烂掉 是腐烂掉 所以呢 它的进步呢 我尽量的 就让它裸露在外面 不让它进步继续恶化 继续烂掉 等一下 这两棵呢 还进步了 这里呢 还没有有东西长出来 也就是说 没有根 长出来 看不到有根长出来 没有长根 它里面的根呢 现在还有几颗 那个灰核色的根在那里 没有 看不到有新根在长 好 我们再看看另外三棵小小的 这个 没有花苞 花苞干掉 枯掉 枯掉 剪掉的 这三棵 这三棵呢 它的根部 在下面是看不到的 没有的 上面我发觉有的 这个位置呢 有心根 这个心根在长 这边 这边 看到那个心根 只有一个心根在长 当然嘛 时间还很短嘛 这棵呢 有没有长呢 中间这一棵 有没有长根呢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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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等一下 好像有东西在长 看不到清楚 这个 这个白白的 这个 这一点 就是一根在凸出来 这个 白白的 这一点 是根在凸出来 这一棵开始长根 那 最边上 这一棵 嗯 这里也有一个根 在长 这些呢 我就尽量的 没有把它们的进步 盖住 让它们的进步 露出来 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白白的 这一点 就是在长根 我尽量的让它们呢 把那个进步露出来 因为它之前进步的 一直腐烂嘛 嗯 让它的进步 尽量的干爽一些 啊 这个就看到这个 白白的这一点 这个 在长根 三个都在长哈 把它弄回去 轻轻的盖一下 嗯 嗯 这三棵呢 花苞干掉以后的这个呢 它们三个都在 长新根 这一个新根呢 就 长得 比较长一点 好 大概有两棵 大米 那么 长 然后这两棵呢 我刚才是翻来覆去看了一下 也找不到它有长根的迹象 也就是说 这两棵 嗯 开着花的这两棵 是没有长根的 它们的种植方法呢 是 我是用的那个 木炭 和水苔 嗯 这个用力呢 就是 周边打了很多孔 下面会有蓄水的那种 但目前我们也给它们蓄水 我就把它们 直接在水龙头那里去冲水 嗯 把那个水苔冲湿以后 然后把里面的水 全部倒掉 因为它这些是 嗯 很湿不通风嘛 然后呢 我现在跟它的提供的环境呢 就是 嗯 很湿 但是呢 也很通风 这一种 嗯 等它的水苔 快干掉的时候 我又重复这个动作 木炭 和水苔 用木炭的意思呢 就是 第一是让它比较容易固定 不用 不需要用太多的水苔去固定 再有一个呢 就是 木炭可以 可以综合 啊 戒指里面的那个 酸性 嗯 这一棵呢 也是这样子种的了 里面也是 容器是一样的 啊 里面的植料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不放木炭的话 全是水苔去固定的话 就会太多的水苔 嗯 就会 太过潮湿 怕它不透气 啊 木炭呢 它的空隙很大 然后呢 又能够透气 并且这些木炭呢 我都是用的是 呃 那个BBQ 我们做烧烤用的那种木炭 呃 然后呢 它比较大块一些 有的很大一块 呃 你需要如何的大小 你可以把它敲碎 敲到你喜欢的大小就可以了 我这里面的木炭呢 它的 比较大一些 它就更加的 透气一些 好 我经常说的兰花 呃 潮湿 就不怕 最主要的是要透气 和通风 就是这个原理了 呃 之前呢 也有网友呢 教我 呃 分享 多点分享 那今天也相当于是跟大家交作业来了 这一盆呢 被我分成了两盆 现在就这样种着 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